上課不使用手機 不會反規定 就算到校規矢地 屏東一名高職生 上國文課被老師發現玩手機 手機被沒收保管 但學生吵架 我相信你要用啊 你去指望那邊 欸欸欸欸欸欸 不爽手機被老師沒收 聽到下課中響 居然把老師的手拉高 反牛手夾在腋下 扳開老師手指搶走手機 搶奪手機拉扯 連一旁同學都看不下去 不覺得自己有錯 還囊囊說 只是拿回自己的東西 但按照校規手機管理辦法 上課時間要把手機放到保管袋 下課才能取回使用 但這名學生 一口氣帶了三支手機 小孩子的身上可能帶了 三支以上的手機 小孩子對手機的一個依賴程度 可能是會是比較深的 校方按照規定處理 也請來學生溝通協調 並對學生加強輔導 但學生寧可被罰 也要搶手機 離譜行為 讓人搖頭 這張春華 評論報導 讓大家科普一下 水神跟病毒 還有細菌在打架的時候 會變成什麼 變成水 沒有殘留任何的污染性 那一天使用個百字千次 其實也不會傷到你的皮膚 那家裡有小孩的孕婦都可以很適用 哪裡買得到水神生成機 請上快點GO 輸入我的推薦代碼 就會有折扣